希莱里·克林頓計劃在星期四重返競選活動 在星期日他突然離開紐約市的911週年紀念活動 他的競選團隊最初說他是因為體溫過熱才離開 之後又解釋是由於上星期五診斷出的肺炎所致 上傳到網上的一段視頻顯示 克林頓支撐著站在一個街道的護欄旁 然後在特工人員以及助手的幫助之下進入了一輛等候的車 他的競選團隊在聲明當中說 克林頓星期四將會到北卡羅雷納州的格林斯·伯勒 討論他對共同建立一個更強大的美國的願景 在克林頓繼續養病的同時 他得到了美國第一號民主黨人 他曾經的上司奧巴馬總統的支持 奧巴馬星期二在廢城對歡呼的支持者說 他堅持要選舉克林頓為總統 奧巴馬在談到他的前國務卿時說 他親眼目睹他是多麼聰明、精幹和堅強 奧巴馬在嘲諷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時說 他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適合在國外代表這個國家 並且成為我們的三軍總司令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克林頓和川普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 克林頓目前領先川普三至四個百分點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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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